女士们 先生们 同事们 我代表世界工会联合会 首先向全球各地区数百万工人的大规模动员行动致敬 通过这些行动 他们宣告拒绝为日益普遍和深重的资本主义危机买单 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正在无情地破坏工人的生活水准 社会不平等正在严重加剧 不幸的是民主和工会的权利和自由却遭到猛烈的进攻 第43届粮农组织大会 在这样一个黑暗的背景之下召开 虽然粮食和水是生命和人类的必需商品 资本主义系统却不断地将这些商品变成了经济剥削和获取利润的途径 充足营养 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 保护自然资源不被体系中的统治阶级及大商业集团所污染和过度开采 这些本来应当是普遍的优先重点 然而 这些首要的重点 却正在遭受肆无忌惮的投机 利用被跨国的工商连锁集团所把持和控制 一厢情愿的宣言是远远不够的 严酷的现实远远没有接近我们可以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和2030年议程当中那些听起来很美好的口号 水资源平衡和粮食安全彻底崩溃的风险迫在眉睫 量能组织需要在其干预全球发展的方向和走向上 进行彻底的重新定位 首先 需要摒弃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战略 用国家间的团结合作政策去而代之 需要对全球的农业市场进行监管 而不是放松监管 政策要适应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 而不是去符合主导的全球立体 真正的农业改革是要利用科技成果去造福大多数人 而不是让少数人和强者收益 要去实现这样的导向 却需要量能组织本身进行进步的民主改革 量能组织的运作需要民主化 而且需要那些代表农业财富创造者的组织 发挥更大作用 那些真正关心环境的可去发展 和自然资源的公平管理的人员 要能够得到充分代表 量能组织的分析和前进走向 应当是独立的 它的政治角色应当得到强化 而不是被世界银行 达沃斯论坛和二十国集团等这样的机构和机制 所绕开或边缘化 女士们先生们 世界工会联合会是一个以阶级为导向的 为农村发展和水资源管理而奋斗的组织 我们要适应人民和社会的需要 而不是为了垄断者和大型跨国商业集团的利益和投机而服务 为了实现一个更好更公平的世界 消除对人类劳动的剥削和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浪费而努力 通过我们的斗争 通过工人农民以及所有被压迫者的联盟 通过团结国际主义和全球动员 我们不仅仅说是有必要建设这样的世界 而且是有可能的 在这边的肆意浪费